了生死的心 也就是阿罗汉之心 要正德苦空无常无卧 佛教的法门有大圣与小圣之分 小圣是专修解脱道的 大圣是修菩萨道的 小圣的最高果位有两种 一是生文圣者 由于听闻佛法 从佛的言教而修世地法 及三十七菩提分而得解脱道的 那就是罗汉 一是生在无佛之世 自修十二因缘法 而自物解脱道的 自了生死 那便是圆绝 生文与圆绝同属小圣 是自求了生死 自求入涅槃 了生死的心 就是阿罗汉之心 阿罗汉之心 他的内容 也要明了 他的内容就是 要明了 正德苦空无常 无我 这是阿罗汉之心 也就是小成佛法 无常者能建立无我想 圣地止住 无我想 心理我慢 顺得涅槃 从无常出发 以无常为因 成立无我之中 以无我而达到涅槃 如果我们能够策悟到 宇宙间的一切都是 苦空 无常 无我的道理 那么我们就不会有 烦恼和痛苦了 十方新闻 吴皇会 乳肖瑞丰 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